嗨大家好我是Ariel 我是Andy 歡迎來到A.A.FILMS的頻道 今天呢我們要來公布 我們在西奧旅遊10天的總花費 其中包含了機票、交通、住宿和吃喝玩樂 我們通通都有整理 如果說你有計劃要來西奧博師旅遊的話 這邊可以給你當作參考喔 首先是機票的部分 來回機票的部分 我們每個人的花費是台幣25500元 我們是搭乘新加坡的連假行公庫行 去城的部分我們有升級豪華經濟艙 是台幣16500元 回城的經濟艙則是台幣9000元 如果你想知道豪華經濟艙到底值不值得 可以看上面這支影片 好那再來是住宿的部分 住宿的部分一個人是台幣8950元 西北澳我們選擇住在Gerrotton 我們總共住了兩晚 所以一共是一個人台幣3000元 我們去Fremantle的部分 因為Fremantle市區比較貴 那我們在那邊的住宿 平均每個人是台幣6400元 住兩個晚上 那西南澳我們是住Devillow 那邊是住Airbnb 也是住了兩個晚上 平均一個人是3500元 然後到旅程的最後幾天 我們是住在博士的市區 博士的市區兩個晚上 平均每個人是台幣5000元 嗯嗯嗯嗯 好那如果你想看住宿的開箱 就看上面在這邊 Yeah 接下來是租車的部分 租車的部分總共是台幣18000元 所以平均一個人是9000元 我們分別跟兩間不同的租車公司 乘租汽車 第一間是Syxt 我們一共租了三天 費用是台幣10747元 第二段呢 我們是跟Rural Cup來乘租 那總共租了兩天 費用是台幣7391元 那以上的價錢呢 都是含有權限的 通常在出國旅遊都會非常建議保權限 在租車當下 櫃台會再問你一次 需不需要加保他們的保險 如果你已經確定在預訂時 已經加夠保險的話 就不需要再重複加保囉 好那再來呢 跟租車比較相關的就是油錢的部分 那油錢的部分呢 我們總共花了台幣4600元 一個人平均是台幣2300元 當地的油價一公升約澳幣1.65到1.7元 那換算成台幣是大約33.5到34.5元 那這趟旅程呢 我們總共開了大約1800到1900公里 如果對於我們這趟西澳的交通攻略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上面這一集 接下來就是吃喝玩樂的部分啦 首先是羅特尼斯島 羅特尼斯島總共一個人的花費 大約是2100元台幣 那其中包含了來回的船票 約44元澳幣 那大約是台幣900元一個人 再來是入島費 每個人是20澳幣 約台幣400元 接下來是登島之後的腳踏車租借 那腳踏車租借約台幣600元一個人 那當時我們還有選配了比較舒適的坐墊和置物欄 所以一個人又多加了200元 然後我們還有去參觀柯虎弩無味熊樂園 那裡的門票一個人是澳幣20元 約台幣400元 如果你想跟無味熊抱抱的話 一個人是澳幣35元 則和台幣700元 那另外售票處前面還有賣給動物吃的爆米花 一包是4塊澳幣 這趟旅程我們還安排了森林騎馬的活動 那它是一個人97澳幣約台幣2000元 它是兩個小時的旅程 前面會有大約30分鐘的教學 之後就會帶著你騎著馬到森林裡和農場中圍到處逛逛 享受陽光還有欣賞農場裡的動物們 我們還有去Lanceling玩沙板 那因為我們兩個人只租了一個沙板 所以平均下來的費用每個人是台幣240元 那在西北澳我們有去兩個景點 這兩個景點都是在國家公園裡面是要收費的 分別是尖峰時鎮跟世界之窗 那它的收費門票一車是澳幣15元 所以平均下來每個人是台幣310元 再來到西南澳的部分呢 我們有去巴瑟爾頓碼頭 就是電影神影少女裡面他們在等火車的那個地方 那巴瑟爾頓碼頭的門票加上參觀水下觀測站的費用呢 平均每個人是台幣500元 當時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買到它最貴的那個套票 就是還有包含小火車來回的那個 所以其實我們還省了 就是有稍微省了一點錢啦 那正常進去會更貴一點 那在博斯跟Fremantle市區的時候呢 我們也有搭乘當地的大眾運輸工具 那我們有買像是Famity Rider或是Day Rider 那甚至比較短程的我們有買Two Section的票種 那這個平均下來每個人的花費是台幣500元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購買紀念品的錢 大概算了一下平均每個人是台幣1500元左右 那我們在這一趟10天的旅程之中的吃跟喝 大約花了台幣14000元一個人 那我們這一趟住的飯店是選擇沒有付早餐的房型 所以我們平均一餐大約是520元台幣一個人 其中一餐比較貴的是在Fremantle的港口 我們吃了一個豐盛的炸魚薯條套餐 那這樣一個人是大約1000塊台幣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趟西澳之旅全部的花費了 那這些家種呢我們總共花了 那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去城的時候是搭好花經濟艙 那這個跟經濟艙的價差一個人大概是台幣8000元左右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所以在租車跟油錢方面就會比較貴一點 但同時呢除了炸魚薯條之外 我們也沒有去比較貴的餐廳吃飯 所以說以上這幾點 是你可能在計畫的時候要稍微考慮一下 這個總花費下來會跟我們有點不太一樣 希望這支影片對正在準備行程的你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